中央社记者临行舰马尼拉28日专电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在新加坡向越南总理阮春福说,马尼拉不会抛弃海牙常设重裁庭就南海岸对菲律宾所做的有力裁决,并保证会在适当时机要求北京遵守。 第32届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领袖会议正在新加坡举行,杜特蒂罗德里戈渡,特昨天利用会议空荡于阮春福古宴部克安菲特召开双边会议,菲律宾总统辅马拉坎南攻发言人罗奎哈里罗克昨晚在新加坡向随行飞国。 媒体表示,杜特蒂明确告诉阮春福,菲律宾政府不会抛弃,也没有搁置南海仲裁结果。 罗奎说,总统会在适当时机与北京交涉仲裁结果,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并指出,这是杜特蒂首次对外国援手做出这样的表态。 阮春福主动向杜特蒂提出南海议题,因为越南正打算与马来西亚共同在南海区域申请延伸大陆棚,希望争取菲律宾的支持。 菲律宾与中国为南海争执多年,马尼拉于2013年1月把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涉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2。 2016年7月12日裁决,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在国际法下没有效力,北京不承认也不接受仲裁结果。 南海裁决对菲律为有利,但杜特蒂为修补非中关系,为拿仲裁结果向北京施压,且对北京持。 续在南海进行攻势也未有意义,非国反对阵营及民族主义人士抨击杜特蒂出卖国家主权。 罗奎说,杜特蒂希望等待适当场合与时机,在法治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下,一举解决南海争议。 越南也是南海主权的声索国之一,在南海争议上对中国的立场与态度,越南比菲律宾更为强硬,双方。 除曾多次发生海上冲突,2014年越南境内还因中国在争议海域钻岛有警,而爆发排华暴动。 冬协国家的领袖去年11月在马尼拉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达成协议,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 编辑,陈俊硕1070428 感谢观看的支持明年精英识明年会和空派公司发明